好,今天我們要來做這個 甲蟲 超形蟲跟獨角仙 首先呢,小朋友要先準備一張已經打底好的紙 就看之前的影片,看你要用水彩或蠟筆或粉彩筆或各種顏料都可以 然後用完之後就把它 完成之後放在旁邊 然後拿出黑色的黏土 我們先做第一個獨角 先抓黑色黏土 然後把它稍微捏一捏之後 分兩半 差不多大就可以 一邊搓圓 然後搓一個橢圓 搓搓搓搓搓 不知道很尖障 可以嗎 很尖障,拉掉一點點 因為黏土軟軟的 所以剛剛那樣都是正常的 之後要準備剪刀 剪 剪出一個這樣 然後稍微往上 把它往上扳 扳成一個有點像金魚尾巴 有沒有,上次我們之前有做金魚 就這樣 然後後面稍微壓扁 好,這個地方有點難 剛剛我們不是把它稍微壓扁了嗎 呈現一個這樣的形狀 對不對 如果是小朋友 幼稚園的小朋友 可以直接就 切一個橫橫的線跟直直的線就好 如果是大朋友 我們就切一刀 輕輕的一刀喔 然後不要切斷 然後從旁邊往內 稍微的修一下 之後這邊 幼稚園的小朋友 我們就切一刀就好 就很棒了 那大朋友我們可以切一個Y字形 英文的Y 好 我認識英文的Y嗎? 像這樣 可以嗎? 這樣就超棒的 然後一樣我們秀一下邊邊 把它由什麼 外往內 然後 這樣子 我們大致上的 獨角先就做好一半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到旁邊休息 再拿出剛剛的黏土的 一半 剛剛另外一半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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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長長的水滴 我的腳這樣好像太大了 那我再拔一半 再一次 自己看一下自己黏土的量 我想要我的腳沒有這麼大 好 搓一個 麵條 一樣拿剪刀 第一刀剪一半 這樣幼稚園的小朋友 這樣就很棒就可以黏上去了 那我們的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再難一點 就是這個腳的中間再剪一刀 然後把它搬開來 甚至黏土太黏 好 就這樣 剪完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 然後就可以把它黏上去 黏在剛剛的什麼 這個下面 它的腳 然後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小幫手幫忙 就是剛剛的剪刀 把它放在這個腳的下面 讓它稍微的乾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囉 拿剩下的黏土 我們來做六隻腳 分六塊圓 好我們先分六個 這樣才會等下差不多大 不然有時候我們做的腳腳有些大有些小就很奇怪 好分六個 然後都搓長長 都搓長長的麵條 然後前腳兩隻 兩隻前腳 前腳要裝在轉彎的地方 剛剛 剛剛切一刀一個一的這裡 我們裝上第一隻腳 然後下面稍微壓一下 如果之前有上過寶寶老師的課 就知道 我有抓 我們把獨角仙 就是我們家飛來的獨角仙去給大家看 就知道它的腳 的爪子其實是有倒勾的 它的腳腳其實有倒勾的 但是我們就不用 做著這麼的 細了 我就把它 六隻腳腳裝上去 好 剛剛小朋友可以先按暫停 然後把腳腳做好之後 裝上去我們再按開始 然後在那白色 把眼珠裝上去 把眼珠裝上去